年纪上了50,学会和这三种人锻炼,生活会亲近很多。 年轻的时候人的心性是开放式的,因为学习生活与工作等等机会,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人,便自然而然建立起各种各样的联系。 生存与生活的需要,要求我们在这个阶段必须依附于这些错综复杂的人际交往,来扩大自己的朋友网络,达到获取资源与人脉,得到帮助与支持,以及达到从中挑选友情与爱情的目的。 但是周年一过,便进入另外一个阶段,从开放往收敛与筛选过渡,经过在社会上的打拼,拥有无数阅历与体验之后,他们会明白到,有些人没有必要存在于自己的世界之中,起不到任何作用,还是一种妨碍与危害。 年纪上了50,学会和这三种人锻炼,生活会亲近很多。 一,亲情淡漠,铁石心肠的人,一个坚强勇敢有魄力,无所畏惧的人,并不一定是那种刀枪不入,非常冷血的人,这两点之间是存在本质区别的,越是强者,他们的心中越充满爱与善意,非常柔软而温和。 鲁迅曾说过,无情未必增豪杰,莲子如何不丈夫,知否心疯狂笑则,回眸实看,笑于吐,连森为百兽之王的猛虎,还会时时回看自己的智儿,更何况人呢? 因此,识人之道之一为,那些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,亲情淡漠,铁石心肠的人,在自己拥有了一定阅历之后,可以悄悄将之请租自己的交际圈之外了。 这种人连最亲近的人都狠得下心肠,不好好善待的人,更不要说会善待只是朋友的你。 当然,每个家庭都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一些内情,看待这个问题之时,你得观察与辨别,得是那些只一为要求家人为他付出,而他不愿回馈任何一点点亲情与爱的人,才属于这种贩售之内。 那些充满爱恨纠缠,复杂的完全让人明白不了的家庭,有些亲情之所以淡漠,事出有因,就得酌情处理,你得通过自己的分辨来观察对人的人品与形势,作用在做决定。 二,唯利是图的人,人与人交往不一定非得是出于利益的需要。 当然,身为现代人,某些工作与生意关系建立起来联系,决定着这种关系的存在意义,就在于得为双方带来彼此满意的利益。 有些人将朋友与生意伙伴划分得非常清晰,伙伴与同事跟朋友不是一回事,与前两者相处可以谈公平竞争与双赢之类的事情。 双方互利互惠是基本的交往与相处原则,而朋友最好不与任何利益牵扯在一起,没有任何目的, 只是出于单纯的欣赏,会让彼此友情牢固于保持的长久许多,但是也不可能说从前交往的人之中,就没有从同事或生意伙伴上升到朋友阶段的人。 但人到周年之后,明白那些严厉只有钱,唯利是图的人,不值得你将精力放在对方身上。 有人情味的人才能称得上朋友,没有这一特征那就离得远一些为好,因利而去的关系总会因利而起纷争,历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 三,言而无信的人,为人处事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以诚信为本,但凡缺少这一特质的人,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情都不值得别人信赖,最好离得越远越好,免得围起所累,造成对自己相当不利的局面。 就拿做生意来讲吧,老吴曾经就亲信一个所谓的朋友,将大笔资金投入到与他一起经营的项目当中,但此人却是极为奸华之辈,款项划到户头之后,他全部吞掉,然后将项目转手卖于他人,又从中大捞一笔。 此后便迅速移民带着朋友,因为信任投入的血汗钱,潇洒到国外生活去了,拿着原先的合同再去找接手人,人家根本与此前的一切均没有关系,自然不会认。 就算是打官司,他也没地方可以为自己征回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那些利益,一息之间便破了惨。 当然有人说,自己也不至于运气这么不好,会在如此大的事情上因物交损又而遭殃,但说实话,但新具有不讲信用特征的人,直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,也许仅仅仅是对方没找到机会而已。 一旦时机成熟,按照其真实的品性,结果会如此,自己去掂量吧。 年纪越大,经历越多,越得明白,世间有真挚的情感,但也存在虚情假意。 那些并不是因为彼此相当了解与投缘,结下的友谊,你得充分估量与观察对方的品性之后再做决定。 遇到以上这几种完全不值得保持友情的人,离开的越早,对自己反而越好,没什么可惜的。